支持谢国梁 不同意罢免 罢免投票进入倒数 立法院国民党团总召傅昆琦 和15位兰尾来到基隆 与金融市长谢国梁 兵分五路扫街 吹出不同意票 我们非常的遗憾 今天的台湾 用霸权的政治 来欺负弱小的年轻的市长 用国家的力量 来对付一个想要做事 而且认真做事的市长 国家的力量 来打压一位揭发社会不公不义 贪污堵持 必须要把他法办 而且法院也正式的判决 谢国梁市长 把所有不公不义 欺负基隆市民的不法的案件 法院已经判决 基隆市政府先胜诉 我们是不是要给谢国梁市长 守护基隆的权益 我们给他掌声一下好不好 谢谢 立法委员同志各位兄弟姐妹 都来到基隆分五路 来跟我们市民朋友来请托 但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 在这五路过来的过程中 应该可以感受到市民朋友的想法 应该可以感受到市民朋友 是希望基隆要安定 台湾要稳定 所以剩下一天多的时间 我们继续努力把74年来 台湾基隆首次的民主罢免投票 的不同意罢免票吹出来 大家说好不好 好